新城乡乡长合理台积极推动观光 上任以来办理各项观光活动 绿美化环境制作乡歌 漫坡新城观光旅游片等 为乡内各产业创造商机 更与七星潭打造具地方文化代表性的幸福新景点 敞阳漫坡公共艺术 在乡长还有乡公所同仁的努力下 敞阳漫坡已于23号竣工启用 期盼未来将成为年轻旅客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这座坦阳漫坡特殊异象为公共艺术 表达出漫坡鱼在海中游动时左右摆动 好像摇曳着身躯七五漫坡 桌上大桌线轻轻摆荡 有如漫坡鱼带着畅游太平洋 作品以新城乡最具代表性的漫坡鱼作为轮廓 作品以海浪为造型 象征漫坡鱼生长在海洋 也守护着海洋 基金潭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叶崖湾 大自然的景观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漫坡异象 一个艺术的创作的一个作品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 现在将以漫坡鱼 漫坡新城 作为行销的一个漫坡 那今天把一个漫坡异象设置在这个地方 除了跟整个七星岸海洋的一个结合以外 也代表了地方一个观光的特色 尤其这个创作艺品非常非常棒 除了能够让来基金潭 来旅游的观光客以外 我们的乡亲有一个小切性 有一个喜悦感 可以跟你的情人 跟你的家人 在这个地方来合照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打卡景点 新城堂是我们花莲县 花莲县这种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景点 欢迎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不要忘了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可爱的漫坡造型的意象 一起来合照 让自己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向南合理台表示 这种艺术作品 除了希望能够成为游客游览 七星坦风景区的新打卡景点之外 甚至在作品中的荡秋千 更能够让坐在此处游客神神深呼吸 随着海风摇曳摆荡 恶劳多姿朝着大海按下快门 避下蓝天的背景是多么的壮观美丽 这是Jongy 今天下午到